投资 大家投资千万不要感性 今天我跟两个网友聊天 他们两个网友都给了我一个 他们自己觉得不错的物业 然后想的时候都非常兴奋 说这个物业地点好好啊 就离火车站很近 然后到学校也很近 到哪哪都近 然后我一问回报例 这有个澳洲的朋友 他说他这个房子要买的话是60万 然后每周每个房间的租金是350块钱 这样算下来 就算他把两个房间租出去 全部回报率算下来 回报率只有2.8 然后我就跟他讲 你这个2.8的回报率 你知道等于说多少年回本吗 35年回本 那我就问他你是自助还是投资 他说是自助 那还好一点 如果你是投资房地产的话 那绝对不能感性化 这个数字一定要算得非常清楚 像这种什么30年回本50年回本的 你可能不会相信 还是很多人一天到晚在买 这种房子你买来有什么意义呢 完全浪费时间 然后浪费精力 等于说你就跟银行打工了 小红书